天国 作者 牧师林献高 以圣经为根据的灵音重书 第三章 天国的发展 第五节 荣耀 天国在旧约已预言了 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宣布 天国尽了 当主在十字架的时候 天国正是被弃绝了 从主升天之后 教会称为奥秘式的天国 是天国悬挂时期 这个时期不久就要过去 基督要再来到世上 那时他就不再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最后就是天国荣耀时期 这就是天国的实现 那时天国的子民就真正遵守天国的律法 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 不信派不相信基督要再来立天国 他们说 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请我们注意小心心里或意中间 原来耶稣是天国的王 那时耶稣已经在他们中间 但有一天耶稣要再来立国 参考 路加福音17到24节 请我们看看马太福音17章1到2 过了六日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黯黯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洁白如光 耶稣登山显荣这段经文 我们很熟悉 但这段经文是指 基督将来在天国显荣耀说的 过了六天 六千年完了 基督要立千年国了 这是第七千年 耶稣显荣时 有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说话 摩西代表死而复活的圣徒 以利亚代表那些活着变化的圣徒 他们都是在天国里享荣耀 彼得 甲哥 约翰 代表以色列人 在肉体里进入天国 以西节书第37章21到27节 三下群众代表列国 我们再说马太 马太福音 5到7章是天国律法 马太福音13章是天国的奥秘 马太福音24到25章 说主再来后的几件事 天国的王 先要再来 圣徒被提 地上有大灾难 在空中审派圣徒 在空中审派信徒 圣徒在空中与主同享 婚宴 主与圣徒显荣于地 一同审派外民 然后主就要在地上 设立天国 继一千年之久 这就是天国的实现 旧约预言天国 耶稣来时天国尽了 但以色列人拒绝天国 都往弥赛亚 所以耶稣预言天国的奥秘 基督教 这是圣灵的天国 天国的实现是圣子的天国 再后 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就把国交于父神 零前十五章二十四节 这是圣父的天国 那时圣父 圣子 圣灵 同长王权 直到永永远远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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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